哦十二萬十六萬二十九萬 直接拿到三十三萬的水晶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慶 又回到我們RO的世界啦 今天我終於湊齊了九十九個鐵 九十九個鐵一哦 那蘿蔔炸俠的心願呢 其實我在上次的影片已經有介紹 那我不是說 呃我花了很多時間要挖礦嗎 然後要來冶煉成鐵嗎 那我今天拿到九十九個之後 哎奇怪怎麼又變零了 因為我幹了一件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哦 我把鐵全部賣掉 有人會問說 哦哎你好不容易拿到這麼多 拿到這麼多鐵哦 為什麼要全部賣掉 大家自己仔細算一下哦 這裡全部售出的 總共是九十九個鐵啊 那我們就一一來領取 看看到底能賺多少哦 好我們直接全部領取哦 哦十二萬十六萬二十九萬 直接拿到三十三萬的水晶 哇 直接拿到三十三萬的水晶哦 真的是非常的爽哦 但是會呃 呃有些人會問說 那我們把這個 鐵然後拿去 換成水晶這樣到底值不值得哦 那其實我覺得 算是見仁見智啊 因為呢呃 大部分的玩家哦 還是會 呃尤其是你要充裝備哦 尤其是你要充裝備的話 那我們每天 都要花很多火力去挖礦嘛 那你這些火力呢 假如說我們把它變成 哦都是把火力拿去挖礦啊 拿去釣魚 然後把拿到的東西全部 拿去交易行出售的話 那這樣到底賺不賺呢 這樣是不是等於說 我們用火力去換取這一些 呃水晶哦 那我覺得要看大家缺不缺水晶啊 那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像無客玩家 我們可以拿這個水晶去購買鑽石哦 我們可以拿著水晶去購買鑽石 那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買 買像是這個通行證哦 尤其是這個左邊的榮耀通行證 原本你只要購買哦 下面這一排 下面這一排的東西都拿得到 那原本你如果沒有購買只能 哦一級只能拿到上面這一排 哦一到我現在到八級 只能拿到上面這一排 那下面這排你就拿不到 所以等於說 你要購買榮耀通行證 你才可以獲得像這個 呃生物防護制服哦 那 那我覺得我個人是沒有很 推崇這樣的方法 啦 因為我好不容易拿到 九十九個鐵衣嗎 那我也花很多活力 去也練 那也花了很多活力去挖礦 那最後 哎雖然說拿到三十三萬的 水晶真的是非常爽哦 但是我還是有一點點小小後悔啦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看每個人的取捨哦 那雖然說我只有把鐵跟煤拿來合 那其實我挖礦還是有挖到很多其他的石頭 我一樣可以沖 我一樣可以沖裝備 你看我還是有非常多的石頭可以沖 那我的這個 呃 我的那個倉庫裡面也有更多哦更多的石頭 那快速賺水晶當然就是 變賣東西嗎 那我這邊再跟大家分享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哦 就是我們的交易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搜尋一下鐵哦 現在鐵超級貴哦 大家記不記得我上一次的影片 那個時候鐵礦石哦 LV一大概才賣一百一百出頭而已哦 然後現在已經一百七十六 所以證明說這幾天的價格是一直在狂飆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鐵一哦 好現在賣三千六 那啊三千六的價格還算是比較低價 有些人甚至賣更高 而且鐵真的很好賣哦 我擺上去大概不到半小時 就全部都被掃光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你看這幾天哦 我瘋狂的漲漲價哦 就從最一開始的三千一百九 那漲到現在 平均價格是三七一零哦 那賣鐵到底划不划算呢 我稍微算過一下 就是假如說我全部 我我我全部的這個水晶都拿來買這種最低的 然後在自己也練上去哦 在自己也練在自己合成成鐵 那這樣確實可以賺差價 那大概可以賺 假如說九十九個鐵的話 你賣掉大概可以賺個 可能不到十萬的水晶哦 所以說真的其實賺的賺蠻少的 那就是 大家要去做取捨 那這陣子鐵還是會繼續的漲價 你看現在又又到 哦又到一百七 然後有人賣一百八十幾哦 甚至一百九十幾 所以呃如果說 想要趁這一陣子鐵比較貴的時候 賣我覺得ok哦 但是要注意另外一點哦 就是我們的這個低稅額度是一百萬 那因為我有買月卡 你如果沒有買月卡的話 低稅額度是五十萬哦 所以等於說假如說我已經出售超過五十萬 那 那之後的這個稅的趴數就會非常高哦 好像會到二十五趴吧 那我們在低稅額度的時候 呃 在低稅額度 都是十趴嗎 然後都是十趴 那你你這個這邊有階段稅率哦 等你賣超過一百萬的時候哦 沒有貴賓卡的話就已經 到二十五趴 你要被抽二十五趴 那這樣 其實你用火力去換這些水晶 我覺得就 不太值得了啊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推 可以推從這個我們把火力拿去 呃不管是挖礦也好還是釣魚也好 把這一些哦 哦把這一些石頭拿去沖你的裝備哦 你的裝起來去打王 噴噴這種金色的裝備 那一次就可以賣幾百萬的水晶哦 所以我個人沒有很推崇說哦 就是有很多玩 有很多影片都會叫大家挖礦 致富哦 但是說真的挖礦有真的讓你致富嗎 你那些水晶 呃你那些水晶到底要拿來幹嘛 對你水晶那麼多 頂多就是買買裝備 買買卡片嗎 那你要衝 你要衝你角色的一些裝備 甚至經典什麼的 等那些素材呢對不對 你不是還要拿水晶去買嗎 那不如你一開始直接挖就好 所以 雖然換水晶很爽 那但是我其實是考慮很久了 因為最近這個卡片我也一直刷不到 像是庫克雷的卡片是35等 我們我們查查給大家看 庫克雷是35等的卡片嗎 那我們等差超過6等的話 就刷不到 基本上刷不到 會掉但是機率超級超級低哦 那我就想說哎 我可以拿水晶來買這個庫克雷卡片哦 所以我這邊就要來預購一下 那當然預購是要 呃預購你要把金額 弄高一點比較容易買到了 那其實我也蠻願意花比較多錢 去預購 我覺得花到 15萬買一張卡 我覺得都算值得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 預購不一定拿得到卡片 哦 甚至有些人啊預購了兩三天啊 從來沒有拿到卡片哦 那如果真的打不到卡片 哎 只能用預購的方式啦 對 所以我的水晶 呃我把99個 呃我把99個鐵 一賣掉也是因為想說看能不能 有機會 買到卡片哦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了 好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哦 那雖然說哎拿到這個 把鐵全部賣掉 拿到33萬的水晶真的是 非常爽哦 但是這個決定還是要大家去做取捨 第一個 他有這個呃扣稅的問題哦 像我 三我3600嗎 假設我賣100個36萬 那我扣稅被扣完之後 大概只能領32萬哦 哦大概只能領32萬 那更不用說 等之後這個低稅額度你超過之後 你賣超過100萬 甚至賣超過50萬之後 他扣的趴數是更重更重 所以大家要去想你到底 需不需要這麼多水晶 如果真的哎 目前這些東西你用不到 你拿去賣我覺得是ok哦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 呃 因為還有未來還有很多不確定性嗎 所以我目前 挖到的礦還是都留下來 自己充裝備哦 那就看大家怎麼想哦 那如果其他玩家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 歡迎告訴我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今天阿氣的影片 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別忘記訂閱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六點 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哦 拜拜